Hello,我是老雷,长痘痘的老雷 咱们说一下那个美国警察吧 就是纽约的那个叫皮德良 你们叫他良匹德是吧 其实他叫皮德良 因为他是美国人,他不是中国人 就是当然他是华人 但是他的身份是一名美国公民 所以说他跟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除了这个民族以外 所以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 包括一些中国媒体 他们会特别关注那件事 就是别理解错 我觉得挺好的 你去关注挺好的 我支持,你有资格 而且他那个案子本身就是有意思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关注是因为 比如说你去有意思 你去关注挺好的,我支持 或者是你觉得美国在法律方面 有一些时候确实有点怪 或者是需要改善 你去关注,我支持 但是假如说 你关注那件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 你觉得皮德良是华人 你是中国人 所以说你们是同一个民族的 所以你应该关注 那我觉得你的思想有点下隘 就是我都觉得我们21世纪了 奇蒙运动之后的人呢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事情本身 体制本身 人本身 而不是说谁是谁是哪一个民族的 不是吗 就是这个当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很多其他的社会 很多其他的国家也会那样 美国美 这个德国媒体啊 也会经常如果说 哪里出了事故或者啥 他们会说 哎呀其中有几个受害的是德国的 或者啥 我不说这样特别有错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这个思想有点下隘 我们说到那个事情本身吧 这个皮德良 他是一个纽约的一个警察 比较年轻的 才干了两年不到好像 然后所以说是比较没有经验的 他被派到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市区 然后在那经理栋楼 在楼梯里面比较黑 或许是坏了灯或者啥 反正就是他比较害怕 这个皮德良 周围警察进去要看 然后从楼梯里面往上走 就把枪拿出来 因为比较担心吧 然后突然有一个什么声音 就把他吓到了 他就往黑暗里面开枪 其实什么都没看到 就开枪 然后那个时候非常不巧 有一个黑人 那个黑人身上没有枪 没有毒品 他不准备去干任何坏事 他就是打酱油的 开了一个门 上面 然后皮德良 他开枪的一个 那个子弹 非常不巧 从他的枪 跳飞 直接到那个黑人身上 好像是胸口活了啥 就把他打上了 重伤 这个皮德良 他刚才不是 犯了一个错误吗 他不应该 往黑暗里面开枪 对吧 但是他还犯了一个 第二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就是 他把那个人打伤了之后呢 那个人没有马上死 但是这个皮德良 或许是被整个情况吓到了 或许是没有经验的 他就没有直接去急救 也没有直接叫救护车 而是要先试图掩盖那个事 当然掩盖 掩盖不了 而且那个黑暗 救也救不了了 黑暗死了 这个皮德良就被带走 进去了 然后那个是去年的事 好像是夏天或者啥 上上周还是上周 刚出来了这个 这个审判的这个结果 就是法院 判了这个皮德良 15年 要坐牢 15年进去 这个或许判的挺严重的 包括我自己老雷 我就15年时间挺长的 毕竟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无意的 判是要判的 要不要判15年 不一定 对吧 然后其他的一些 在美国的一些华人 包括一些中国人 他们就看那个事情 看得不顺眼 就觉得要抗议 就是因为 很多其他的一些白人警察 就是腐色白的 跟我一样呢 他们如果说 不是经常上媒体吗 他们如果说打死了一个谁 他们经常没事吗 就是会完全不判刑 甚至继续当警察 然后那些美国的那些华人 还有一些中国人 不是刚才说了 还有一些中国媒体 和一些在大陆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会关注那个事 他们会说 哎 这个这些白眼 他们没事 那么为什么轮到了一个 压轴的一个警察 或者是一个华人警察 就是我们这个皮特良 为什么他有事 为什么他进去的 他不是无医的吗 他都没有开枪 直接打死那个黑人 而是跳飞 那么为什么他要进去坐牢 这个不是一种种族启示吗 我本身觉得我同意 就是我同意的点在于 我还是希望 其他的那些白眼警察 包括无论是什么民族的 如果说打死人呢 我还是希望 他们被判的稍微重一点 不能是一些白眼警察 打死黑人 然后根本没事 继续当警察 这点我同意 但是那些在那抗议的人 那些在美国很不同城市 去办游行 上街 看一件事的那些华人 那些中国人 其实他们的点不是那个 他们的点不是 皮特良判刑很好 那些白眼也希望被判刑 而是他们的点是 白眼放出来了 那你就把我们的皮特良 也放出来了吧 自由了 因为其实他是无罪的 我在想 你们这个逻辑搞错了吧 就是整个这个案子 皮特良的这个案子 其实只有一个 无辜的 无罪的受害者 那就是那个黑人吧 这个这一点我们都同意吧 那个黑人完全没 没做出任何事 就是打酱油的 然后被一个警察打死了 他是不是无意的被打死了 而是他是故意被打死 其实无所谓对他来说 因为他不活了 他死了 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个皮特良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嘛 我们作为社会 警察我们给他一把枪 我还是 我们希望他们拿这把枪保护我们 而不是说他进了一个楼梯 他害怕了往黑暗里面开枪 不是吗 那么所以说啊 这个皮特良 他应该被惩罚 他应该被判刑 不是刚才说了吗 要不要判15年 我也不知道 但是应该判刑 那些白眼警察也应该判刑 但是有一个区别 首先 也不是所有白眼警察都没事 都不会被判刑 这个也是有一些人 他们故意有一点那种 让你觉得好像 只有这个皮特良被判刑 所有白眼警察没有被判刑 其实 也有看情况 而且很多那些白眼警察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是打死人的 也是打死的 也或许是个黑暗或者啥 但是跟皮特良的案子 不同的点在于 他们在把他打死之前 跟他有一些互动 有说话 有发生矛盾 有一些 他们可以说 我看他的这个行为 我看他的这个语气 我为自己 这个自身安全 我担心 我就要自卫 所以我开枪 我把他打死了 那么法院 听到他这么说 或许这是一种借口 但是 法院听到了 就会觉得 我们希望我们的警察 他们可以保护自己 我们希望他们自信一点 如果说 他先跟那个黑暗对话了 那个黑暗的不知道 实体语言不对 那个警察 为了自卫 把他打死了 那这个我们就把那个警察 放出来了 但是皮特良不是那样 皮特良是根本 他们都没看到 那个黑暗不是吗 不然的话 那个子弹 怎么可能是从墙上 跳飞 对吧 他就是往黑暗里面开的墙 所以说他没有那个借口 我老雷 我可能会觉得 很多那些白眼骑士 就是变了一个借口 确实 可能还是应该判刑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皮特良 他连那个借口都没有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15年 判的太重了 我觉得或许是 但是有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法院 他们就是会判的特别重 就是会有一点那种 超出自己的那种想象力 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案子判的那么重 皮特良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过分的 15年 你15年后 作为皮特良 或许更短 你出来了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做人的 那个黑人 再也没有办法回来 因为他死了 对吧 有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案子 叫Daniel Holtzclaw 也是去年呢 也是一个警察 在美国的南部的 某一什么周 我忘了在哪 反正是一个白眼警察 其实是混血 好像里面有日本血统 或者啥 但是长得跟白眼一样的 特别壮 本来是打橄榄球的 然后那个警察 也是比较年轻的 他是这样的 他没有杀人 根本没有死人 但是他是那种 他会去一些 比较穷的一些市区 找一些黑的一些女的 比较穷的那种 然后他会去威胁他们 会去占他们便宜 会骚扰 甚至会抢劲 就是他会说 你看嘛 我是警察 你就是个穷人 你就配合 我对你怎样 你就接受吧 然后这样抢劲了几个女的 被发现了之后呢 被判刑 那个Daniel Holtzclaw 你会想 没有死人 反正抢劲是一件 很严重的事 要判刑 而且判得很重 但是没有死人 你会想 他会判多少年呢 263年 这个Daniel Holtzclaw 他再也出不来 我老雷 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判得太重了 可能我会觉得 你判得不知道 30年 你就让他出来了 或者啥 有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法院 他们确实会判得 稍微有点怪 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那样 我们也不明白 要关注对吧 作为媒体 作为人 我们要关注 如果说我们感兴趣的话 Daniel Holtzclaw 那个案子 在中国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或者是 没看到多少人 在关注 皮特良那个事 大家都在闹 我在想 闹的是什么 闹的是案子本身吗 是他人本身吗 是那个黑人吗 是警察的行为吗 是体制吗 还是其实 皮特良这是个华人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觉得这些民族 可以关注 可以闹一下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 你们没有太明白 这个法律 是拿来干什么的